好的,接下來我們來看18-2 Await的使用時機 在這邊我們會對await來做簡介 然後再來我們使用await 然後我們來看到的是await的錯誤處理 好,首先我們來介紹一下await是什麼 它是一個語法談的作法 那它會將promise重新包裝使用 不會用lan去執行promise 所以await可以在promise的回應狀態前停止它 然後呢,它會把它resolve的值傳給到前面 用指定運算值傳到前面那邊去 那它可以讓非同步的處理更加細膩 好,它的語法是這樣子 看這邊我們的expression是一個promise 那它會去等到這個promise await完了以後把它指定到這個rv裡面 為回傳值 所以這個promise回傳的東西 就直接變成是在rv裡面 所以就不用用點燃 然後裡面有一個參數 然後再對這個參數做事情 因為這邊呢,它等到了以後呢 傳過來就是拿到這個參數 然後你後面就可以直接在後面 再用一般的像變數指定的方法 直接來寫 所以這邊的好處,用await的好處就是把lamb 就是把lamb這個語法把它拿掉 就不要這樣子用 那我們看一下,這邊 首先呢,我們這邊有一個function 叫做test1 然後它有個數字傳進來 那它會回傳一個promise 它會建一個新的promise 然後這個promise呢,裡面 如果數字是1的話 數字等於等於1 就是數字是1 就是符合 如果數字是其他數字的話就會不符合 那它是一個promise 所以這個promise回來以後呢 我們已經run了 那這個promise我們await 我們就會得到結果 然後它這個結果就直接放到result 然後就會印出來 來 來,寫寫看 來,寫寫看 先建一個18張資料夾 好,我在裡面建一個 18-1-1.js 有一個function,然後叫做 test1 然後它會傳一個promise 要new喔 要new一個promise new一個promise 好,new一個promise裡面 有兩個參數 一個是result 一個是reject 那在這裡面呢 我們要 如果if number 等著1 我們就直接result它 好 好,我們這個 function寫好了 它這個會return一個promise的 function寫好 然後我們這邊 我們就let 因為它是一個promise 所以我們在 我們傳這個東西進去的時候呢 我們要等它的結果結束 然後後面才會繼續執行 好的,我們剛剛的資料講還在17-3 我們現在調出來 我們要進入18 這邊 好,然後我們用node去跑 18-1-1 the width 哦,node不能跑 原因是因為 這是es6的語法 所以 我們來browser裡面跑 好 好 因為 那個 console是可以跑es6的語法 可是node不行 可是node不行 好的,這邊 那我們就把我們這個example把它 改成是 等一下 先把它選起來 先抓起來 然後我想要把它的名稱改成是 我先把名稱命名為html 然後我把它加進去看好 那我的html裡面沒有任何東西 可是我去 我去寫script 然後在script裡面把它放到js放進來 所以我們這樣子呢 我們就把它存起來 這時候我們用html的方式 放一個script在裡面 我們的script 我們的javascript放在裡面 我們在這邊我們開live server 開live server沒有任何東西 因為我們只是要用它的console而已 await is only available in async 所以這邊有提到 就是說 你今天你要用一個 你要await一個東西的時候呢 因為 你要讓async和await是相生的 就是說 你要 它是一個異步 所以你在前面呢 你在這邊的function 要記得 要加一個async 所以這份call要注意喔 前面要加一個async喔 這樣我們看一下 await is only available in async function 它這不是一個async function 好function請不要加sync 加這裡 好 function請不要加sync 加這裡 等一下 I can pry 好 好的沒有關係 我們這段call還是把它拿來 直接拿到google console去跑 好了 以這個example來說 好的我們接下來 來看promise all這個做法 那我們再建一個檔案 十八之 應該是 喔 我剛才答案應該是叫十八二之一 所以我應該是十八之二之二 好的我們來看 好的我們來看 跟剛剛的寫法有點類似 可是這個時候呢 我們在下面 有一個action action action 是一個 陣列 然後陣列裡面放了很多的 這個function 就是去設定 不同的 promise 比如說第一個會說 這個 建了一個新的promise 這個promise做的事情是 resolve 會回傳是hello 第二個的resolve 回傳會是hi 然後都是say something trived 我把它建成那個 等一下 把它建成js 不好意思 然後就是 run in ron conse 好 這邊我們有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叫做 say something 然後裡面會傳的是一個words 它的參數叫words 在這裡面呢 我們會return new一個promise resolve 跟reject 然後它是一個function 它用鍵頭還是寫 好 這邊 if words 等一等一等一 shit 然後就會跟它講說reject 就說 你不能 就是會講說 不准說 不准說 髒 髒 這邊 else 如果它沒有講shit 其他就說 就讓它講話 resolve 成功resolve 這邊我們就把剛剛的words 把它放進來 好的 在下面呢 我們建一個that 然後它是一個action actions 然後它裡面有 很多個 東西 首先第一個東西是say something 然後它說的是 hello 第二個東西呢 它是 也是say something 那它的 它是 hi 這樣看比較清楚 不好意思 好的 在下面 我們再建一個let 然後我們有很多promise 我們做了很多承諾 promises 然後我們要等它 全部都要等 await 那我們這邊就可以用await 然後我們這邊有一個promise.all 我們有好多個 那其實你今天你要把很多個promise 一起合在一起 把它傳進來 其實它就是 也是有一個正 一個正列的promises 有一堆正列 有一堆actions 這邊就可以用promise.all的方法 一次去等這麼多的 就是異步的東西 這個東西在你拉資料的時候 會很方便 因為你有一個array 然後你裡面也可能有 你要拉十張圖 你就會有一個array of 十個要拉圖的promises 然後這十個 拉圖的promises 你可以讓它這樣 然後一次把十張圖拉完以後 這個promises就會得到結果 接貨 那它得到結果就會是 promises 好的 那我們把這段code把它copy起來 我們再來到我們剛才的google page 我先把它clear先清掉 這邊 我們把它跑起來 好這時候呢 這邊是不是一個prom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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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很多個promise 你如果是撈圖 你可能就會有很多 一串promise 然後你把這個正列裡面的promise 放在用promise.all 那這個await 就會幫你把 這些圖可能都漏完 或是等完了以後呢 它就會把它動過來 然後再傳給你promises的結果 那這個結果你就可以把它印出來 這樣OK嗎 這樣OK嗎 或是我們來試試看這個 就是 set timeout 然後settimeout 我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function 那我這邊呢 我就是 resolve resolve words 然後我words 其實 我其實把words 我把words 乘以1000 就是我把它當秒數 我來試試看這個 那如果我這邊傳的是 2 這邊傳的是 5 然後把這段code到 那個 chrome去好好看 他沒有出來 欸出來了 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發現 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就是說 我這邊 我是不是用一個settimeout 我去模擬它 異步的狀況 我們模擬它的狀況就是說 第一個 就是我這邊有好多個異步 就是 我有一個是2 有一個是5 一個是等2秒 一個是等5秒 那我同時去等 這一些東西 那就是在模擬說 你今天你在撈一個圖片的時候 你撈一個是等2秒的圖片 一個是等5秒的圖片 那這時候等5秒 他會等到所有的都撈完了以後 他再一次突出來 不過我今天講的這個例子 就是去撈照片這件事情 假如說你今天有 很多張照片的話 你應該還是要單獨 一個一個promise去撈會比較好 因為 你撈好一張圖 你應該馬上就給使用者看 而不是就是 你要撈好10張 然後一次給使用者看10張 這個撈這種東西可能是 在其他一些狀況是 你這幾個東西一定要10個同時都在 同時要等最慢那個到了以後 然後再一起做 才會這樣子比較符合嘛 可是你如果今天 你今天是要去做可能6張圖片 那你可能讓這6張圖片 都是一個loading loading的狀態 然後你分別去每一個 裡面去開promise 然後去等資料 畫好它馬上就顯示出來 顯示出來 而不是等好6張以後再一次顯示出來 所以這就是不同的 就是如果是顯示圖片這個應用的 不同的技法 那這邊我們看到就是說 這邊快速的把它改成就是 這邊輸入的是數字 然後呢 我有不同的setTimeout 那這邊它就會等待 1 2 3 4 5 然後就會印出來 那我的1 2 3 4 5可能比較快 好 那我這邊 我應該要把這份code 把它再建一個叫做 就18-2-2-a 也好 點.js 然後把它接過來 存檔 然後是only running 好 這邊我先把它復原 好的 所以我們就學到說 我們這邊其實可以用promise-all 然後一次來處理很多個promise 然後一次來處理很多個promise 這樣從這邊來看到 它怎麼樣來處理 就是錯誤的處理 那其實這邊要處理錯誤的處理 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說你直接在你剛剛await這個東西呢 的後面 欸 你可以用try catch的做法 就是 比如說 這邊你寫一個async function 然後裡面呢 有do something 然後這邊我們直接講語法就好 do something 你可以try這個 然後你try 假如說這邊 有錯 有出問題的 它就直接會catch error 直接在這邊就印出來 或者是你用點的方式 你可以直接在 比如說像我這邊await 這邊 第二個寫法就可以直接在 這個 比如說像await promise 對不對 我後面可以直接點 點catch 如果抓到錯誤的話 直接是console log error 我可以直接補充在這個 這邊後面 在await 後面這樣直接寫 點catch 那我這邊我們試試看好了 點catch 然後 error 那這邊你要記得喔 為什麼它這裡可以直接寫一個箭頭 因為它就是一個只有單一 參數的箭頭函式 好的 這邊我們log 我們這邊把這個東西拿過來 我們在這邊跑 我們在chrome裡面跑 應該是不會有錯 可是如果我們今天 我試試看 如果說shit 如果說shit呢 它還是會印出 說shit它是不是就直接把 它error是 這16號 它是有log promise 可是這一行是 這樣是error 好的 這邊我們看到的是 如果 我是不是後面直接寫個catch 如果錯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 就是點catch error 那這一行14行 它是印出 不准說張話 這邊reject出來 error 就把它印出來 那 那這個時候 這個promise 是不是就沒有完成 沒有完成的時候 你拿到promise 就會是 undefined 這邊我來補一 就是我這邊把這個 剛剛改這個 應該還要再新建一個檔案 但是不好意思 18隻 2隻 3.chess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是 shit 那隻2我就把它的catch拿掉 所以這邊有兩種語法 就是你要偵測錯誤 你有兩種語法 一個是 用try catch的方法 第一個把try 把這個await 包在裡面 然後在這裡面的code 只要有 就是錯誤 它就會掉到catch這裡 或是我可以直接 在await的這個function the promise 後面直接catch 它 直接在後面補起來 就好 好的 這邊是18-2